如果你是還沒有訂閱一支阿美Youtube頻道人呢 記得按下訂閱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大家好我是阿倫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天 我們是在消費我們的過去 消費自己啦 不是消費自己 不是消費別人 然後分享一些戀愛觀 因為其實我們有很多的粉絲都是學生居多 學生他們都會遇到一些什麼感情問題 比方他們可能會問我們說 那幾歲適合交男朋友走不出來怎麼辦 你們應該至少也交過至少有兩三個吧 都有吧 那我好奇大家就是其實在交男朋友之前 應該都會先設定一個理想型 你們的理想型是什麼樣類型的人 理想型的 喔我覺得要有共同興趣很重要 共同興趣喔對這很重要 然後價值觀 因為我覺得沒辦法接受價值觀 沒辦法match的人 那如果他為了你磨合的話呢 我覺得也不行耶 你覺得就是天生就是那樣子了 沒有辦法因為這個改變 因為我覺得價值觀真的是一個很難磨合 他會很痛苦 喔對 所以與其這麼痛苦不如就是當好朋友 我懂 因為其實痛苦就是在忍受跟包容 對而且很多人覺得價值觀可能只是 譬如說買東西的那個 但其實不是 對生活的態度也算是一種價值觀 我覺得 就你想要怎樣的生活 譬如說你可能覺得我今天想要有質感一點的生活 可是對方沒辦法接受 他為了你然後就付多一點的錢或什麼 他內心也會覺得那是一種在付出 某一天之後就會覺得好像有點不平衡 他就會覺得累了 對 那種其實很容易會累 這段關係到最後就會走上一個就是不好的結局 對所以我覺得價值觀要合蠻重要的 我也這樣覺得 那立安呢 因為我第一任男朋友是大學 我已經忘記那時候的理想性 那我現在會希望就是 我們可以給彼此有空間 我覺得這蠻重要 因為我是水瓶座 我不喜歡被灌 對我是熱愛自由的水瓶座 就是我會尊重你 那你也會尊重我這樣 所以你是個會查情的人嗎 其實我不會欸 我從來沒有看過我歷任男朋友的手機 那你是會就是黏很緊嗎 不行 我初戀的時候黏是比較屬於比較黏的那一種 但是後來可能就放寬心 對長大了吧之類的 對了解 所以太黏的男生反而不行 太黏我不行 然後我現在會比較取向 比較年紀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我喜歡有被照顧的感覺 就是他要疼我 然後有點被照顧的感覺 身邊有這樣的對象嗎 好那我自己的理想性呢 我是會希望就是 對方是可以跟我一起努力的人 對這個很重要 我是一個超級愛衝的人 所以我對方 我就是如果對方不愛衝 就是停滯不前的話我會 要有企圖心 事業心 積極 對要各積極 對 然後我覺得共同興趣也很重要 對 不然的話其實會沒有共同的話題 對 而且我以前其實是 會稍微看一下長相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要超爆帥啊 就是一定要就是那種 跟明星長的一樣 長相我反而很還好 歷任都不帥 我以前其實就是還蠻在意的 但是我從來 但我每任男友 都不是那種真的是最帥的 喔 對 我一直是說 我的理想性是 是這麼的高 但是其實我每次跳的 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而已 但是我覺得就是 合不合來才是最重要的 對 好那我來問大家第一個問題 來第二個問題是 大家有遇過那種很瞎的前男友 就是在你的生命中 特別是可能學生時期 我覺得可能比較常遇到 像這樣的狀況 可能是因為大家都不夠成熟的關係吧 我先來講我自己好了 好 我某任前男友 就是非常的不OK 他是 會花我的錢 我覺得會花我的錢 這種 我已經吸引我非常很習慣了 但是我覺得會花錢 已經不是很OK 我覺得會花的錢 已經不是很OK 妳是說妳有打工 然後妳還要供他 學生時期 學生時期要花我的錢 然後 他會拿我的錢 可能去買酒 或者是去夜店玩 所以妳的情況跟我蠻像 真的假的 我覺得女生都有那種 傻過的時候 對 算是初戀 妳也太笨了吧 真的很笨 真的很笨 很笨 那時候還不認識我們 因為我是初戀嘛 當然 大家知道初戀都會特別就是 付出 對 然後 我那時候的狀況是 他們家一個月 我們都在外地念書 但他們家一個學期 給他的錢是蠻多的 但是他就是會花在 像妳說去夜衝夜唱 網咖喝酒 晚樂上面 對就是在晚樂上面 所以很強 譬如說開學 我幫他兩個月 他就開始慢慢透支 所以我有一陣子 是每個月都是要救濟他 這樣 就是我幫他買飯之類的 對 或是會 可能我們要一起出去 都要cover他的那個旅費 但我們那時候明明都是學生 我也沒有打工 學生有什麼好那個的 對 就是我都在幫他cover錢 那你有心痛的感覺 那時候當然沒有啊 你就覺得你很樂意 嗯 對 你應該現在單身啊 不然我跟你在一起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時候當然就會 就會希望對方 就下學期如果有生活費的時候 可以好好控制 你知道那種 大學生愛玩心 對啊就是那樣 所以下學期沒有改善我就是 就 那他們不會不好意思嗎 男生不會欸我覺得 我覺得男生久了都會就是覺得說 喔理所當然 你對我好就是本來就是應該的 但是我講 假的 我得跟大家說他現在對我 真的有點愧疚支持 我不是我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有聯絡的 沒有 我覺得沒有 我要修正一下 不只是男生我覺得女生也是 當你對一個人付出太久的時候 對方認為理所當然 他習慣那個好 這時候就會不平衡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人是要互相的 對那你呢 還是你的第一任男人其實都很好 我其實前任都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還是扎的其實是你 扎 對 沒有沒有 我就覺得好像都沒有特別荒唐 因為我是一個很保護自己的人 算是 我覺得女生比較容易就是為愛付出太多 對 因為像我就比較偏理性那一塊 所以像這樣我就覺得你們兩個太傻了 因為我真的是感性派的 曾經派過 曾經派過 曾經派過年輕 卻覺得累 真心 所以你真的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荒唐的事耶 你說自己做過真的很衝動 對前任做過 嗯 為了他非去哪 或者是為了他 跑到外縣市去找他 什麼這種 還是你其實都是被別人 我好無聊喔 我真的沒有 沒有嗎 那不然你來聊一下 就是今天如果在那個學生時期 我們兩個是一個好朋友的話 對 你會如何虧勸我們趕快跟人家分手 我一定會就是大罵你們 可是我說你在害他嗎 這樣罵不行耶 對 要自己看清 我覺得真的要自己看清 你才要走出來 我就是屬於會罵人的那種 可是我是屬於 那種自己醒來的那一種 像我那時候 那你就會每天被我罵 真的 因為我跟他是 我去美國玩 但那時候是沒有iPhone 沒有Instagram 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我到美國 我都是很想盡辦法找網路 就是要跟他聯絡 這樣 我也是耶 然後甚至會沒 就是不習那個 簡訊前 都是會跟他聯絡 這樣 以前很多什麼電信費 他會幫我報告 那就是你們兩個 我也是 其實他都沒有主動打過一通電話 甚至我就是在 我爸同事家 終於有那個電腦 可以短暫視訊 那時候是MSN視訊 然後他還接到我視訊 說你大家要來幹嘛 我覺得這樣太壞了 因為其實我有跟你一樣的經驗 就是我那時候大學 就是我去那個德國有學的時候 然後我是每天下課 第一時間我就先回家 先視訊 然後大家就可能去吃飯囉 然後我就先回家 視訊我之後 配合那個時差 然後再搭公車下山 然後再找同學吃飯 對 我就是為了要配合那個時差 然後跟他聊一兩個小時 我也覺得很開心 而且不打電話給他 他還會罵我 對 所以我一定要打電話給他 但是重點是 因為我自己也很甘願付出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事後想想很後耶 就是我去歐洲的時間這麼的短 但我卻花了這麼多時間 在跟人家視訊 是怎樣 是怎樣 天啊 對啊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被愛衝分頭的人 都會這樣子 而且那時候就是回國之後 他的學弟就會跟我說 他這段期間 晚上都會去打網咖 夜衝 夜唱 喝酒什麼 完全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鐵了心 其實還愛對方耶 但就是鐵了心 就是分手 你會覺得要分了之後才會比較好過 理性跑出來了 對 理性終於跑出來了 太好了 好那我們來第二題囉 如果曾經哪一段感情 是你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甚至是好幾度 你覺得走不出來 就是自己快不行的時候 你們不曾 完蛋我也沒有 沒有 不是 我有 這是前男友 因為我前男友非常的渣 超級無敵渣 很渣為什麼會走不出來 是因為很渣你才走不出來嗎 不是因為他走不出來 是因為我自己走不出來 你走不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你絕對太笨了 對 因為我覺得 你不甘心 有一點像你說 因為我那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太容易相信人 但後來回頭去看 就會發現身邊其實有很多暗示啊 跡象 但如果那時候再聰明一點 就不會被騙 那你花了多久的時間走出來 那時候大概一年左右 這麼久 那你就是斷斷續續 其實你都是會很想念他 然後會大包的 我不會想他 但是我會去 應該是說去 困在這一段被騙的感情裡面 我不會想對方 但是我會被困在那個漩渦裡面走不出來 我那時候一個 你也不會想說 我那時候一個月好像就爆瘦了四五公斤欸 我那時候超級瘦 那你真的是想很多的人 那你那時候你有覺得說 好想跟他附和 不會我完全不想想 我會想跟他 因為他騙我啊 他騙我還有我周遭的人 所以我是很想趕快把他找出來 跟他害 害給一段的關係 因為他後來就消失了 但是我覺得你跟我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我跟我的前任分手 就是跟我的初戀分手的時候 也是我人生最難過的時候 因為我跟他在六年 很久 真的很久 然後分手之後其實就是 最後一次分手是他跟我提的 然後在他前一次是我跟他提 但我們就是分分合合好幾次 然後最後我也是花了就是 好幾個月 我覺得將近快一年的時間 才完全就是把這個人給放下 然後我當下其實 一直困住的時候 我是一直很希望可以跟他附和的 為什麼 因為我就會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當初再多努力一點的話 也許我們就不會走到這一步 可是你一個人努力沒用啊 對 要兩個人一起 所以我就是一方說了算 對啊 我覺得感情那種就是一直在磨合 就是只要有一方不願意磨合 不願意一起成長的話 就結束了 就再怎麼努力 你一個人也是 沒辦法得到那個成果 沒辦法有這個解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我再努力一點 然後對方就是被感動而努力 不可能 你就不可能 你就人是不可能會這樣的 我就人不可能 不愛就是不愛 不愛就不愛 就這樣子你太累了 就算你對他再好 你覺得不愛還沒辦法 他可能會有一些錯覺我覺得 但是他 不會長久 然後如果又來一些你們之間又有一些不合的 他的那個錯覺就會消失了 然後就會覺得 然後就會又回到原點 就是不愛 就是不愛了這樣子 所以你們覺得分分合合的感情到最後還是會分手嗎 我覺得會分 真的喔 嗯 可是要看什麼原因分手 了解 對 所以你完全沒有任何走不出來的一段時間 沒有 但是我認真 但是有聽過很多啦 真的都是女生通常會比較容易走不出來 欸 可是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例子就是 其實女生就是可能會在一開始很難過 但是 可能兩三個月之後女生就好了 但男生可能是一開始就是剛分手的時候完全沒事 但是他可能過三個月後 他開始大爆發 我覺得女生是偽裝自己耶 就是裝得好像已經好了 但其實他是在慢慢療傷 對對對 女生是不會講出來的 所以表面先癒合 但是裡面就是慢慢的 對 然後男生可能就是一開始就是沒事 然後後來發現 我這邊覺得很有一個大洞這樣子 對 原來我很有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女生不是走出來 女生只是比較容易 比較會整理自己的情緒 喔 對 我覺得女生是容易整理自己的情緒 然後 男生開始都覺得沒差 對 然後後來才會發現 欸 怎麼剩我一個人 對 然後他會突然覺得怎麼辦 對 然後就會走不出來這樣子 最後是怎樣 然後就覺得欸 沒事了 時間吧 我覺得時間是最後的解藥 就是 對 還有家人的陪伴 其實我家人那時候真的幫我還蠻多的 了解 然後那時候都要一直 比你好 交一個比你好的男朋友 乖 我剛剛一直這樣說服自己 我覺得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你才會就是慢慢的好起來 要更愛自己 給自己信心 對對對 好 然後最後一題呢 就是你們有沒有最難忘的一段感情 或一段關係 這種都會有了吧 阿倫 你少在那邊說 等一下 你不是教我很多個嗎 沒有 我很純情的 好的好的 最難忘喔 我覺得學生時期的都對我來說 都對現在的我來說蠻難忘 真的嗎 我反而是初戀耶 雖然我剛剛把他罵得很不直 但是我真的還蠻難忘那一段時間 也不是說有大旗刀 是會覺得那段時間的自己真的是 很清純 對 然後真的是整個愛他 對 是毫無保留的付出的那一種 不會去想說什麼 你的事業好不好 你的家庭環境 你的什麼 不會去想那麼多 完全不會想這些 完全的愛 你就是單純的喜歡這個人 很愛這個人 喜歡跟他相處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反而 學生時期都算難忘 被你們這樣一講 我也覺得學生時期的感覺都很快樂 就是永遠回不去的感覺 真的是回不去 你就算儘管現在你交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我覺得也回不到當初學生時期那麼單純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一旦出社會 挑選另一半的條件一定會變得更多 譬如說要對方的什麼工作啊 經濟能力啊 年紀啊 這是真的一定要的 學生時期就是你喜歡隔離班的同學 就是喜歡他 沒有任何理由 別人會說你怎麼會喜歡他長那麼醜 我就是喜歡他 學生不都沒錢嗎 就是騎摩托車啊 一起衝去哪裡玩 就覺得很開心 就很開心 吃那50月的東西 我們收到一個什麼小小禮物 我們那時候生日大餐最開心的是吃City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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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台灣有辦一個活動是抽 捐血 他會送你餐券 哪一送是不是 我跟某任前導超開心 你為了要去拿那個City餐券是不是 然後那時候拿到餐券都好開心 但是現在你們就是覺得City很便宜對不對 沒有我以前其實也會為了就是跟那個以前學生時期的男朋友去看電影 然後會去買那個190元的那個就是那種票券你知道嗎 那時候會為了想要幫當時的男朋友過生日 然後會自己就是慢慢存錢 就是可能一禮拜存個100塊200塊 然後買到這個那件事 這個我有 然後去買了一件就是現在完全不值錢的超派 以前超愛買超派的 一千五兩千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暑假去錢貴KTV打工 然後賺那時候一個月好像賺了快兩萬塊就很開心 然後我全部撒去那個幫他過生日 我帶他去墾丁 大學的時候嗎 對 大學的時候帶他去墾丁 然後還做了那種上面有我們照片的那種蛋糕 對 就是計畫一個生日之旅這樣 然後真的兩萬塊全部都沒了 我覺得大學時期蠻愛 我蠻愛去探班的 就是這種小貼心 對 小貼心 我也喜歡這種小貼心 我自己蠻喜歡的 但是 很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錢 所以就沒辦法 有那麼多可以計畫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探班送飲料啊 送吃的還不錯 這是你最大的付出 好像是耶 因為我覺得付出不是在意那個金錢 我覺得是心意的問題 對啦 比方今天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他沒錢 但他想要去墾丁丸的話 我絕對會幫他付掉那筆費用 我也覺得沒關係 我們只要有共同的美好回憶就好了 對 對 我現在就覺得就不要去 對啊 都帶在家 我想就是 曾經 台國年輕 卻絕對 真心 好 就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 歷任男友之 難忘的回憶 好耶 謝謝莉亞哥阿倫 那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記得幫我們三個YouTube 還有我們的Instagram 然後不用急著開啟小鈴鐺 在錄小鈴鐺 見吧 安妞